但以理书第八章 伯萨萨王在位第三年 在先前献给我的意象之后 再有一个意象向我但以理显现 我在意象中观看 看见自己在以兰省书山城堡里 我在意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自己在乌来河的岸边 我举目观看 看见一只公棉羊站在河边 他有两个脚 两脚都很高 但高低不一 那较高的脚是较尺长出来的 我看见那公棉羊向西 向北 向南撞去 没有走兽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也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 他任意而行 狂妄自大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走遍全地 快得脚不沾沉 这山羊 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脚 他走到我先前所看见站在河边 那有两个脚的公棉羊那里去 愤怒地向公棉羊猛力冲去 我看见公山羊走进公棉羊 向他发怒 撞击他 折断他的两个脚 公棉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把公棉羊撞倒在地上 又用脚践踏他 没有能拯救公棉羊脱离他手的 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 但在他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被折断了 在大脚原来的地方 有四个显眼的脚 向天的四方长出来 从这四个脚中的一个脚 又长出一个小脚来 这小脚向南 向东 和向荣美之地不断强大起来 他渐渐长大 高级天象 把一些天象和星星摔落在地上 用脚践踏 他狂妄自大 要高级天象之君 他除掉献给天象之君的长线祭 又拆毁他的圣索 因罪过的缘故 圣民连同长线的祭都交给他 他把真理丢在地上 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问他 这个关于除掉长线的祭 和引致毁坏的罪过 以及践踏圣索的圣民的异象 要到几时呢 他对我说 要到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 圣索才得解禁 我但依里看见了这异象以后 就想明白它的意义 忽然有一位外貌像人的 站在我面前 我又听见 从乌来河两岸之间 有人的声音呼叫着说 加百列啊 您要使这人明白这异象 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来到的时候 我就害怕 脸浮在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白 这异象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沉睡了 脸浮在地 他抚摸我 使我两脚站起来 他说 看哪 我要告诉你 在神愤怒审判的后期 必要发生的事 因为这是有关那末后的定期的 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脚的公绵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那多毛的公山羊 就是希腊王 那两眼之间的大脚 就是第一个王 至于代替了那折断了的脚 在他原来的地方 长出来的四个脚 就是四个要从他的国中 兴起的王国 只是没有他的权势 在这四国的后期 犯罪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 必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 他轨迹多端 他的权势强大 却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 他必造成惊人的毁灭 他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他必毁灭有强力的 又毁灭圣民 他运用轨迹 行骗无往而不利 他心里狂妄自大 他必趁人不备的时候 毁灭许多人 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 关于所说 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 因你要把这异象封住 因为那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 我但以礼筋疲力竭 病了几天 后来我起来 办理王的事物 但我仍因这意向惊骇不已 不明白他的意思